Hello 大家好 今天影片是想承接昨天分享的故事 那分享是關於有些朋友 可能覺得他的表達或溝通 是有些不暢信的 教了大家一些方式 如何面對這個情況 如果大家沒有看的 可以提供昨天的IGTV 就是ADEL TALKS VOL.32 今天是一個Continuation 這個延續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不會感受 所以於是表達上或溝通上 有些卡住的時候 這個不單止會影響我們自己 昨天說過了 可能有些事情你感覺不到 感受不到 其實在傷害你 你不知道 那你就當沒事 那你就接受了 以或是理所當然 那這件事當然不單止是傷害你自己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自己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或者是傷害了自己 其實是不知道的 但是久而久之 可能這件事就變成了一個慣常了 意思就是每一次 人家對你不好 或者突然對你的態度 其實是傷害性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你會覺得自己做錯事 自己蠢 自己不夠好 自己這樣那樣 所以令到別人 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去不尊重你 其實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嚴重的地方 是因為其實是離開的事實 是非常遠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生出來的時候 都是 圓圓整整 是一個 Ball of Love 這個是事實來的 即每人生出來 都是Amazing 都是很Amazing 那所以如果你去到一個 Point 可以認為自己 是有問題 認為自己永遠都是 有一些東西 是不夠好 令到別人是看不起你 令到別人是會發火 或者令到別人 總之 看不起你 對你的態度非常差的時候 那是會離開了 本身你原本本然 那個狀態是很遠的地方 那因為離開了 脫離了那個本然的時候 如果你當作不是你的本然 是本然的時候 那嚴重的地方 就是你一路 go through你的生命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 將自己的價值 是會減低 那所以無論你在生活裡面的 任何的範疇 工作 關係 家庭 感情 你的收入 你的所有東西 都會慢慢慢慢 一級一級一級 這樣降低 和貶低自己 大家其實 感覺到這個傷害性是多大 我就感覺到了 所以分享這段影片的原因 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 這個世界 沒有人 是值得 去給另一個人 是去傷害 是沒有人值得的 是沒有人 需要受這件事 其實 但我們的世界 每一天都是發生這件事 每一天都是發生過 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發生一些互相傷害的情況 例如不單止是現在的疫情 不單止是打仗 不單止是仍然有很多地方是有歧視 不單止是有很多地方仍然是有女性的 有很多這個世界 有很多的在這件事 事情發生的 都不是大家一份 互相尊重 愛惜 互相 一份 體諒 和互相 平等 這個世界 其實根本的 正常性 沒有這件事 所以 大家可以感覺到 其實這世界 是已經去了 其實已經有一個很歪的方向 但我們希望不要再把這件事當正常 因為它完全不是正常 那後果是什麼呢? 後果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是有問題 你自己是很差的、很蠢的 什麼都做不到的 人人都不喜歡你的時候 後果是什麼呢? 後果就是當你當了這件事是事實 是正常的時候 你亦接受別人對你不好 別人去不尊重你 別人去貶低你 或者你自己去繼續貶低自己 都好的時候 就是有一天你的身體一定會 反省和醒覺到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很大的欺騙你 你會反省到是 Oh my god 我接受了這件事很多年 但是其實現在 No way 我不可以再接受這件事 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一些很大的反抗 所以一個願意接受別人的迫迫 別人的苛刻 別人貶低的人 其實這個人不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因為這個人 他一定 就算他外表 不表露出來也好 他一定有一些方法 是會 是傷害到人 因為當一個人 他不是在一個自己 一個是 Amazing的狀態的時候 他在接受很多壓力 接受很多 Victimization 就是 受害 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些位置 是找一些位置 去發洩 這件事出來 他可能知道 或者不知道 他可能有intention 或者沒有intention 但是總之每一個人 當他肯接受 願意接受 迫迫迫的時候 其實他 會傷害其他人 因為他在傷害自己 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 他經常被欺負 他有接受被欺負 他其實為什麼 可以傷害到其他人 就是這個人 如果他都不去尊重自己 或者不去保護自己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 是不能夠去保護其他人 他其實不懂得去保護其他人 就是 作為一個媽媽 這件事我也會遲些再分享 作為一個媽媽 如果當我做媽媽的時候 我的小朋友很小 而我不懂得去保護我自己 而我不懂得去珍重我自己 我經常都很趕 很忙 很急 經常都 很多事情是 或者是 接受了別人的欺凌 的時候 其實我所有這些 接受了的事情 我都會抒發出去 給我的小朋友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當別人 treat我 是一個 不 equal的狀態的時候 我自然都會 用了一個很不 equal 或者是很 有少少沒有人性 的一個態度 對待我的小朋友 例如我都會催她 我會趕她 我會說話 是好沒有禮貌 我不知道的 我以為我是媽媽 我可以這樣做 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去描述 每一個不去珍重自己的人 其實他每一天在生命裡 每一刻 其實都是不懂得 和不是在珍重其他人 那這件事 如果不停地延續下去 我們的世界 只會是一個更加亂的世界 所以我分享這段影片 原因就是 希望大家 如果發覺自己是感受 或者溝通方面 是有少少卡住的 不要緊要 不用埋怨自己 不用內疚 只是這個時刻 開始留意 留意去感受 留意去每一天 去誠實 去表達 那已經是為你自己 和你身邊所有的人 已經出了一個很大的力